不管是失声恋还是婚外情 在过去因为所谓行为不减有损失道 而被解聘的老师将有机会重新回到校园 新竹一所高中的老师和学生发生了婚外情 被学校解聘 不过大法官宣告违宪 教师法14条在上午出审通过 未来只要不是性骚扰或是性侵害 造成了学生身心严重伤害的话 这些老师都有机会可以回学校教书 送上传箭鲜鲜花 在新竹一所高中任教的无性体育老师 才刚刚向同校服务的女友求婚成功 没想到不过两个月 他就跟学生发生婚外情 因此跟太太离婚 校方也以有损教师形象为由 不再续聘 男老师告上法院同时申请示线 大法官释字705号解释 认为老师条款违宪 立法院也在礼拜四出审 未来因行为不减 有损失道遭到解聘的老师 将有机会重返教职 我也很赞成说 对于一些可以悔改的老师 让他可以有机会再回到教育现场 如果是失声恋 婚外情酒驾 情节飞数重大者 还有机会继续重职教编 不过为了避免家长与学生不安 包括性骚扰 性侵害 性霸凌 体罚霸凌 而造成学生身心严重侵害者将不得毁认 性侵害 性骚扰 性霸凌 或者体罚 严重到足以危害孩子的身心 这个是没有办法 其他的都有那个机会 至于幸福国小校长酒驾遭到停职 到底算不算情节重大 这部不愿意针对个案解释 而未来没有老师条款的束缚 即使认定行为不减后如何处理解释空间也变得相当弹性